你看 今天我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 秋秋 新男朋友还不是直男一个 不就因为我直男 死活就要跟我分手 直男 你可别在那直男当做借口了 陪我加班辛苦了 客气啥 你那口味好吃吗 还行吧 怎么了 这牛奶味不好吃 尝尝我的 怎么 都是哥们 你还在意这些 好吧 好吃吗 香草味是要好吃一点 这就是你们说的加班啊 这就是嫂子啊 别误会啊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的 对 一根血糕而已 别生气了 你看不出来她是个汉子肠啊 她刚刚这是故意的 我一个直男 哪懂这些啊 吃了就吃了 叫这些干嘛呀 算了算了 我去加班了 不想跟你吵 我唱开梦一点 520礼物 谢谢宝贝 游戏机 我的呢 舅舅 我给毛忘了 你也知道 我一个直男 没什么浪漫细胞 忘记今天是520了 好累啊 我跟你说 我们那主管简直是变态 我帮你你吧 上上上啊 你不舒服啊 你也得喝点水啊 踩塔啊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别拿直男当借口 她不还是一样 王林可跟你不一样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啊 你先吃吧 我得加一会儿班才回来 行 那你先忙吧 这个死直男 都不知道关心我一下 你怎么来了 没你我520怎么过呀 来 快吃饭吧 哇 把这个带上 哇 好舒服啊 这是你的520礼物 贝青松N5 mini 你不是老说 在办公室弄得你肩膀酸 斜方肌都变大了吗 它可以帮忙按摩斜方肌 就像人的手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用到这种 可以按到斜方肌的按摩仪 这个就放在办公室吧 它是穿戴式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按摩的 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还能防止肩颈受凉呢 别光顾着护肤 肩颈仪态也很重要的 哎 王林 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是哪里弄错了 你把这个数据 重新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哎 是这样吗 好像还是不会 哎 这样就行了 但是我好像还是不会 你这么笨 谁给你招进来的 你服了 他虽然是直男 但都是对外人 不像你 借着直男的名义 做着伤害我的事情 你 走 等等 球球是我女朋友 你要是再对他死长烂打 别怪我不客气 走吧 两个人在一起本质是爱与不爱 就算是直男 给你的爱 也只会更加轻松 请准备 球球 球球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球球 我是你的粉丝 我很喜欢你的电影 我听说你曾经说过外卖 是真的吗 我养你啊 哎 好酷了 我以后要成为像他那样的演员 你这个临时演员会不会想的太多了 不要瞧不起临时演员 嗯 你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 机会都是留给像你这样有准备的人 我支持你 那是 你也太好了吧 小姐你好 我们有个戏正在找你女主角 有没有兴趣试一下 我可以 我想试试 不好意思 不是你 是你 我 没事 我们本来就是试试嘛 别难过啊 他们选我当女主角了 我什么都不会 选我干嘛呀 我好害怕呀 我从来都不会演戏 我这么纯情 是不可以被娱乐圈玷污的 我不怕被玷污 要不你给他们说 让我替你 我跟他们说了 让我外面的朋友来 他们坚决不要 坚决不要啊 这边请这边请 后续都安安好了 哎 这么巧 你还没走啊 东东谢谢你啊 谢谢你给我机会 没事没事 好好把握啊 哎 要不要我送你啊 啊 好呀 反正我家离得近 哎 拜拜 哎 你好 您的外卖到了 记得五星好评 朵朵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嗯 张总 我特别喜欢您制作的电影 我叫秋秋 世民演员 您看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好好好 我等会通知你 要不我加个您微信吧 我什么时候都能面试 没有微信 怎么还不出去 你跟他很熟吗 没有 秋秋要不你先走吧 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 哦 好 好我们先说一下 这什么戏啊 我接下笔 这是我电话号码 你有空联系我啊 拜拜 哎哎 朵朵 哎呀放开 丢丢人啊 你能帮我一次吗 我想再争取争取 算了吧 这就是命 你知道什么是命吗 我不想当明星 却当了 你非要当明星 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嗯 你 喂 真的 洗臉了讓不讓人睡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恭喜你得獎啊 還得謝謝您當初給了我這次機會 這些啊 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哎呀 秋秋好久不見啊 你看我這兒有一部劇 你要不要來演我們的女主角 朵朵來演女兒 你覺得怎麼樣啊 是啊秋秋 我們一起合作一部電影 不好意思 秋秋最近的檔期已經排滿了 哎秋秋你看你們兩個都是這麼好的閨蜜啊 哎沒關係沒關係 秋秋我是你的粉絲 我很喜歡你的電影 我聽說你曾經送過外賣 是真的嗎 對 我也曾經送過外賣 我也干過工地 我也蹲在又髒又臭的角落裡 吃過兩分鐘的午飯 我也有說過 要一直支持我的人 但那又怎麼樣呢 該開的花 定會拼命扎根 一枝獨秀 該走的人 也一樣不可挽留 我們與其一直糾結盯著那些不完美 不如努力不負自己的內心 演好自己的人生劇本 謝謝大家 阿 是 Am